投赛车没有关系 近日中国民用航空局是更改了孕妇乘机的规定 怀孕超过35周的孕妇不能够登机 此前规定指的是36周 年号局还规定 怀孕超过32周的孕妇登机需要携带预产期证明 但是现实当中不少准妈妈原本可以登机 但是由于没有出示预产期证明而被拒载 对此就准妈妈向本网记者吐槽 说在医院开具诊断书证明的时候 医生一般都会写着不适合成绩这样的字样 只会按照胎儿目前的稳定的状况和孕妇的身体无常来进行健康证明 他们认为这是航空公司在甩锅 一旦孕妇乘客在成绩过程当中出现意外 将会凭借诊断证明书来逃避责任 4月8号迪士尼乐园宣布 加州冒险公园的 那些人协会给予预产期证明 一样的孩子都知道 和老婆是有没有灵状